你建議那個黃珊珊跟那個黃國昌入黨 然後把他們列出分區 然後可能可以 政黨票可以多兩百萬票 這個你怎麼看 我覺得 我昨天看了一下他黃偉翰講的 不過這樣啦 這種事情順其自然就好 有關於就是您去美國這個行程也被公開了 那有人說這個稱級好像沒有很高 沒有啦 其實這樣啦 那個 這種東西涉及外交 本來就有它的機密性 所以我倒覺得是這樣 反正回來你們就知道 到底見過哪些人 所以何必再事先猜測 我都覺得這沒有必要 之前中央政府我們最大的批評就是 價能不佳 所以永遠跟在問題後面 不要用短期的選票為招遠點 台灣的很多問題都不是一天可以解決 但是需要好幾年的時間去規劃 只是很不幸的 我現在看到中央政府都是遇到問題 啊輔助啦 傻逼啦 叫蛋龍不要講話就好 主席 怎麼看台灣蛋荒已經一段時間 政府得向國外進口蛋 蛋價也持續上漲 今天跟業者交流有看出問題嗎 怎樣才能解決蛋荒穩定市場 其實這樣啦 這個實在是個很複雜的題目 因為第一點喔 反正雞蛋就供需嘛 啊這個 最近因為這個惡物戰爭還有極端氣候 因為這個溫差變化太大也影響蛋的生產量 還有惡物戰爭當然飼料的價格上漲 還有一個最近遇到侵流感 不過這個是比較短期不可控的因素 但是長期而言你知道喔 你看喔這一棟養雞場這樣一間你知道喔 他說可以養一個可以養六萬隻嘛 可是成本就要三萬隻 成本就要六千萬 所以表示說我們在過去三四十年來 二三十年來 因為這個蛋價也偏低了 所以整個農業升級的投資不夠 以前那個養雞場就是放三季嘛 不像這個機械化生產 所以是這樣啦 有不可控的因素 他也有可控的因素嘛 可控的因素就是說 從產銷到整個生產基地的改善喔 這的確需要時間 所以這樣 發生問題的時候開始解決問題 這個叫亡羊補牢 如果在問題裡面發生之前 就看到還是問題所在 這個叫未雨綢繆 所以到現在為止是這樣 台灣的整個政府 我覺得最主要還是效能 因為效能不佳 所以永遠跟在問題後面 那如果這個整個政府的效能上升 他才有辦法慢慢跑到問題的前面 所以我倒覺得是這樣 大概 我猜啦 農委會對於這個蛋方的問題 大概也知道答案 知道說問題出在哪裡 現在問題就是說 他肯不肯花比較長的時間 去做一些基本的改善問題嗎 包括這個基礎建設 如果你是總統的話 要怎麼解決確斷的問題 其實這樣 複雜的問題 不要幻想用簡單的方法解決 其實你想想看 如果我們整個台灣的這種蛋農產業 要升級 你想想看 一個這樣三百坪就要花掉六千萬 如果把整個台灣的這個 單單這種基礎建設要完成 所以還是那一句話 不要幻想一天改變這個國家 但是更重要的 你也不要幻想 你什麼事都不做 這問題會解決 對於目前 當前中央政府 我們最大的批評就是 他永遠不去做那種 不要花時間 要根本解決問題的方法 每次都用補助的撒幣 我講是這樣 不要用短期的選票 為招演點 台灣還是有長 台灣的很多問題 都不是那種一天可以解決 但是需要好幾年的時間去規劃 只是很不幸的 你知道 我現在看到中央政府 遇到問題 補助啦 撒幣啦 叫蛋農不要講話就好 所以 當然你短期也可以進口 但是那都不是根本解決問題的方法 所以我倒覺得這樣 不只是在淡方這件事情 其實說那個缺水缺電缺什麼 我們到現在一開始說缺口罩 後來缺疫苗 後來缺快篩 再缺水缺電 現在連蛋也在缺 其實所有這些問題都一樣 根本的原因是什麼 政府的效能太差 從來都沒有去做長期的規劃 這才是台灣 政治上當前最大問題 我們要去做長期的 等一下近期的就穿鞋套 這邊有鞋套 他都要每個人要消毒喔 等一下近期的就穿鞋套 這邊有鞋套 他都要每個人要消毒喔 他都要每個人要消毒喔 好 好 老闆今天先幫我們說明一下 你的設備 好 好 等一下 等一下 要拿這邊 有 等一下 那邊拿 你先拿 OK 先拿 等一下 可能要反 那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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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這個 這個 這個 前世動化的 密地是水的 這個就是 經過 這個電腦 在啟用這個動化 譬如說 我們 現在的 疫情的問題 就是全世界受到 這個 氣候的影響 所以 開放式的原因 就是 溫度保溫的問題 就是說 我們提起了 多10度 市民家的情報很大 我們裡面的電腦 是 僅僅22度 所以 我們是 角度的 確定裡面的 位置 它的溫度 它會顯示在這邊 你每天 抽幾顆 都會看得到 比較溫度 現在 社會的溫度 才會比較好 它保持20幾度 還僅僅 太冷 太冷 還有20 28度 通天 就要一種 多一月 都要正面 如果 現在 它溫度 如果 通風 不要溜得快 它的溫度就溜了 因為 現在的溫度 就40度左右 可以 它溫度很大 裡面有6萬隻 溫度就溜了 通風速度 8萬 溫度 它的電腦 它控制 這個風速 電腦 風速 風風的速度 這點 不能開燈啊 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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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